香港消防署8月30日在Facebook發問 指救援人員連一禮已經聯同其他政府部門於西貢豪衝至沙田梅子林一帶進行搜救的行動 而搜救員及無人機也已介入協助 搜索行山失蹤人士寧國良 由於熱帶氣旋迫近 未來幾天的天氣情況可能極不穩定 消防署呼籲市民應避免進行三嶺活動 以保障自身的安全 多個民間團隊已經派出搜救隊協助搜救寧國良 有民間搜救隊於星期二在鄰近黃牛山的黃竹山蜜林內找到一隻手套 經傳送照片與寧國良的家人確認後 認為手套很可能屬於寧國良 所以決定加強該區的搜索 面對颱風蘇拉來襲 有民間搜救隊表示 就算風再大雨再狂 都無法阻止我們的熱血 也有其他民間搜救隊會應本地傳媒查詢時指 打風期間會暫停搜索 或會視乎屆時的天氣情況 一切行動會根據實際環境再作安排 另外昨日下午一名62歲姓譚的男子 離開赤柱中坎角度一所護老院後失蹤 該名男院又患有拍金信和網上證 最後警方港島總區衝鋒隊野外巡邏隊人員 在昨晚大約11點 於赤柱中坎角附近的松林 陳鑊居明新村病人服的院友 他被發現時已經斷水斷爛10小時 並有輕微擦傷 其後在消防及飛行服務直升機協助之下 他被送往律敦至醫院治理 據了解醫院醫生幫事主檢查後 發現他曾經善落山坡 導致背部有損傷 喂喂 看完米酒住呀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鐘仔先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